今年1月初 李女士在瑞士达表行杭州西田城贡物中心店买了这两块绝泥牌手表 总共花了5,399块钱 准备1月份结婚的时候带 1月3号买的 然后呢 就是买了之后就一直未带 等到13号的那一天 因为我们结婚才带 带了三天 13号 14号 15号带了三天 然后由于我老公上班了 就一直放在柜子里面 然后年三十那天 我们想戴的时候 发现她走慢了5分钟 这两块手表都是识音表 李女士介绍 除夕那天拿出手表时 她自己的女款手表时间是正常的 男款手表慢了5分钟 本来我们想年三十那天来这里的 然后现在想过年嘛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然后我心想过了这个年再说 后来呢 她 然后我年初五的那天 我拿到这边来 然后店里说 她说 我们要拿到公司去检测 李女士说 二月底她来取走了手表 当时的检修说明中 检验结论一栏写着 该手表走时日历正常 最近她发现 两块手表的时间又不一样了 二月底过来拿的 过来拿的时候呢 我老公就是后面在家也没带 一直没带 一直存放着 然后昨天呢 不是星期六吗 我说我拿一下看看啊 我说我们两个人对了 对对看 然后发现她这个是走快了一分钟 又走快了变成 李女士告诉记者 二月底手表取回时 两块手表的时间是对好的 男表带着回到家后 就一直放在柜子里 最近半个月以来 她休息出门时会佩戴女表 走时没有问题 她丈夫没有再带过男表 直到3月12号再看男表时 发现比女表快了一分钟 我拿过来她直接跟我说要换那个机心 就是机心了 那我肯定不认可的了 对吧 我带了也没带多长时间 就要给我换机心了 要么就给我换 要么就给我退 瑞士达表行杭州西田城购物中心店的店员介绍 二月初 李女士第一次送修手表后 她们把手表留在店里观察了几天 走时没有出现问题 后来她们又将手表寄给了品牌方检测 结果正常 没有变化呀 她来的时候调好的时候 就是我们店里一直观察 都跟我们手机上都对得上 送到她们那边 她们也一直在观察检测 后来就是也是能出去报告给她了 所以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店员介绍 上次手表只是进行了检测 没有进行维修 这次李女士提出快了一分钟 她们给出换机心的方案 就让我们店里师傅给她换机心 换一下四十块 就你们店里给她换 对 心表 就心表的机心给她换 他说不同意啊 那我问我们经理了 我们经理说 直接风箱记号做好 帮我们店里观察 或者放哪个纸钉地点观察 你过个十天 十五天 如果时间准的 那你就拿回去 如果时间不准的 我们经理做品牌的主 不管他同意不同意 这个心表直接换表头 目前双方还在做进一步沟通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你这种 OyН yo 十五天不好 我 criter pagesās topic了 这一stag万下姑息 我现在 dece仰了 似便买对我真的命吗 我可以 ged刷恰的 信den击松��气 不要 虛费 我是鹿汤o 表买嗶 silence对我 还我互买的 уров står各位吗 我顺一下